你们先纵容日经新闻 写一些543的假讯息 污蔑退役的军官 然后呢你们不让前线 马祖的官兵 他们有肉吃 然后让他们也没有办法反应 只能在沙滩上荒岛求生 然后呢回传回来之后呢 你们又要说是他心理素质不好 然后民进党的王浩宇还要说 那些都很营养才吃两天 我觉得 不能你们去吃吃看 那你去当兵 你去马祖当兵嘛 我们国家的三军统帅 对于我们国家的军人 在前线没有肉可以吃 竟然不需要发表任何意见 昨天晚上的时候 晚上我晚上看到这个照片 我就是立刻分享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传给那个 我们制作团队说 团队说这个太夸张了 这真的太离谱了 这个是 沙滩上面现在是怎样啊 在马祖当兵是荒岛求生是不是 然后呢他就上面写说 他上面写了三个 第一个写说呢 不要罐头 我觉得不要罐头 这四个字算是简单粗暴耶 就是直接告诉你说 我不要罐头 然后呢 马房不火食都 火房都没 没什么 没肉 肚子饿都吃 罐头泡面 然后马房不火食 煮煮菜 是白饭 然后大家仔细看那个白饭两个字 他那个白饭两个字写超大力的 就感觉还刻意把它加粗体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还 把它加粗体 就是想要让大家 知道说真的很缺嘛 什么时候我们的军人 他想要传递一个讯息 他没有办法直接的管道反应上去 然后获得改善 他竟然现在 要在沙滩上写字耶 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你说连肉都没有 他们说两天嘛 你不要想说两天很少 两天是至少是六餐吧 你说早餐午餐晚餐 然后三餐都是白饭 然后呢跟罐头 我不想他的罐头是哪一种 是这一种的还是别种的 但是重点是 这个事情呢已经好 你知道他没有办法送食物过来 好一阵子了 为什么国防部都没有处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今天呢 陆军马祖指挥 防卫指挥部呢 今天说已经运送了5.2吨的冷冻肉品呢 到马祖地区 可以供应全防区官兵十天的伙食所需 好但是呢 这个郭正亮也说非常的离谱 而且他讲到呢 我觉得这很关键 亮哥讲到说蔡英文应该要开始紧张 为什么 因为美国会对蔡政府是感到不满的 而且质疑国军的能力 你看 名声很差缺弹好几次 可是从来没听过 没开战军队就缺粮的 而且大家要想哦 马祖是离中国大陆是最近的地方 也算是台湾如果两岸之间开战的最前线 那马祖的这个军队竟然会连肉都没有吃 哎并没有开战耶 并没有开战怎么会没肉吃呢 所以这个事情会让大家觉得呢 非常的莫名其他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立委怎么说 那陈玉珍他在金门嘛 他就说呢 金门的立委陈玉珍就说 搞到百姓没蛋 官兵没肉 产业缺工 平常又缺水 停电生病 没药 创了历史记录 是不是总统府什么都不缺 所以才无法体察人民的贫乏 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呢 李彦秋他是怎么说的 李彦秋说 这个非常惊悚嘛 这件事情非常惊悚 提出六个疑问 然后呢 说这个抗中宝台是他放他妈的屁吗 他就用了红氏 红氏宽的这句话 他说你看哦 抗中宝台这么紧张的氛围里面 前线竟然没有运步 那你凭什么跟我们讲说 你凭什么跟我们讲说 之后抗中宝台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作战 你觉得 像我们每次在立法院里面 都会有这个听到立法委员质询说 你觉得 请问部长 你觉得两岸开战 台湾能够撑多久 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嘛 然后部长通常言计的说 我们是会尽力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质询的人就会说 那是14天吗 是7天吗 什么的 然后呢 这个部长又会 你看都是一样 都讲说 啊这个 反正呢 就一定会比想象的还多等等的 就很有信心 我们会有信心 站到这个 最后一兵一卒等等的 可是我们现在 完全是 两岸没有开战的情况 然后 我们连肉都没有办法吃 而且 你们等于说 军官的这个 沟通管道 已经是不畅通的 所以 他们有讲过嘛 这些军人 其实是有向 高层去 上层去反应说 想要 不想再吃罐头了 那为什么会 没有运补这件事情 可是没有用啊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 实际上 他们就是 告诉你说 现在海巷不好 船只有两艘 所以没有办法 然后你们先吃罐头吧 甚至今天邱国阵 他还说 这个才两天没吃而已 这个是军人 他们的心理素质需要加强 不是耶 我觉得现在当兵 就已经很辛苦了 在马祖当兵 更是辛苦 那你断补多天 你想吃个肉 竟然还要用沙滩写字的方式 才能传出来 这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很傻眼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傻眼 然后我也觉得 这个邱国阵 今天的说法呢 其实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觉得你 人家来当兵 那你要给大家吃 正常的食物 这很 就是合情合理吧 那你竟然 是要让对方去求救 然后呢 早就知道 其中一艘的 这个富伦号 他要退役了 因为已经20年了 可是呢 马防部的火尾 是反应不理 所以你看 问题出现在国防部嘛 就你明明知道 有一艘船 运捕的船 他要退役了 然后呢 你本来四艘 就你今天竟然说 因为成本太高的关系 你竟然因为 你认为成本太高 所以 你就没有办法让他 就是你就让他说 吃个罐头就好 那这个 这个做法 我觉得没有办法 接受是说 我们在买 美国的武器的时候 我们买这么多 我们买美国的武器的时候 有在闲说 钱太多吗 那为什么 运捕的这个船只 包括他的费用 那你如果说 你今天海巷不好 或是船要退役了 那一样有空运啊 如果没有空运的话 请问今天的肉 是怎么送过去的 今天就是去走空运的 这一条嘛 我们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呢 政府在阿兵哥身上 去省钱 可是对于美国 采购武器 从来都不省 这个是 让大家觉得非常傻眼的 两岸这么紧张 那外岛部队伙食 怎么可以短缺 后援物资 本来就应该要很充足啊 不然要怎么打仗 所以马祖的民众也说 你看 别人缺弹 我们什么都缺 尤其是军队 都非常缺 然后呢 这个举光 举光乡长 陈乐里 他证实说呢 业者因为成本考量 停时部分的船班 希望中央能够提出解决 那而且呢 我觉得给世界看笑话了 也给美国人看笑话了 你现在一直讲说要抗中保台 年轻人要多当一年兵等等的 看不太懂说 为什么今天民进党他每天在讲说要抗中保台 可是你连部队最基本吃的需求你都满足不了 你的船要退休了 然后你的船的成本高业者不愿意营业 怎么可能会没有国防部上下一个人知道 连江县党部的主委呢 就把所有的猫头都指向什么 都指向说连江县政府为什么都不作为 不是啊 请问军队归谁管 归国防部管嘛 连江县党部的主委认为 这个呢 是谁的问题 这个是国民党执政的问题 他认为说这个是连江这个马祖的这个县长的问题 这第一个那请问国防部的角色是什么 那后来是不是由国防部那军纪去运补了相关的食品 到了马祖 那当然就是因为他的权责嘛 他的权限在国防部的身上 所以今天出事的时候才是国防部被咨询 然后国防部把肉送过去 所以连这个事情 连你自己的军人 没有你自己执政之下的军人 没有肉吃 你都可以甩锅给连江县政府 那还有一个人叫做王浩宇 王浩宇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离谱 联合报报导说 马祖前线官兵没有食物可以吃 事实上呢 他们是因为风浪故障造成停航 总共只有吃两天的罐头 指挥部那边说呢 大部分的食物都充足 罐头也是牛肉罐头 猪肉罐头啊 基本上都是很营养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攻击 这是王浩宇的说法 但是 来我们就看到王浩宇昨天在吃什么 不是啊 你那么爱吃罐头不会去吃哦 你就先连吃两天 你先连吃一个月之后你才来说吧 就真的 就是有这种人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讨厌民进党 所以王浩宇就是讨厌民进党的缩影 他就是非常的令人讨厌 就已经这些人很可怜 他哎 国军哎 你看哦 我们政府又说什么 两岸之间兵凶战围 然后可能要上战场 可能要打仗了 邱国正还说美方正在跟我们谈说 要把他们的这个弹药放在台湾 那台湾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你有没有对军人好 结果呢 你们先纵容日经新闻 写一些543的假讯息 污蔑退役的军官 然后呢 你们不让前线马祖的官兵 他们有肉吃 然后让他们也没有办法反应 只能在沙滩上荒岛求生 然后呢 回传回来之后呢 你们又要说是他心理素质不好 然后民进党的王浩宇还要说 那些都很营养才吃两天 我觉得 不能你们去吃吃看 那你去当兵 你去马祖当兵嘛 那你先去马祖 哦 不 他只能当替代役 我原因不明 但是你们没有去马祖当兵的人 是不是大家就要多为那些人想一想 因为他是我们的国军弟兄 如果今天真的两岸开战 他们是上赛场在最前线的 想吃个肉错了吗 想吃个肉怎么了吗 我们国家的三军统帅 对于我们国家的军人 在前线没有肉可以吃 竟然不需要发表任何意见耶 他是我们国家的元首三军统帅 然后呢 国内没蛋吃 然后呢 这个马祖 这个本岛没蛋吃 然后马祖呢 也没有肉吃 然后我们的三军统帅 国家元首 什么都不用讲 那我们先看一下 最近呢 这个邱国正 他透露说 台美正在商谈 美军弹药要存放在台湾 这是今天江启臣的质询 他问说 目前呢 我国是否已经有存放了美军的弹药 台湾会不会变成 美军的军备储备库 邱国正回应说 弹药存放是国军战备就在盘点的 弹药存放不管有没有外军弹药 我方自己会做检讨 不一定要等美军介入 可是呢 他说 这个目前 因为江启臣问邱国正说 美方是否要将原本放置在南韩 日本菲律宾的储备弹药 改存放到台湾 那显然江启臣可能有时候听到一些风声 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嘛 结果邱国正说 这个正在谈当中 至于是哪一类的弹药最多呢 邱国正则说 他不方便公开做说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也被问到说呢 现在的这个两岸威胁越来越大嘛 那他说 国军已经改变过去 我们必须挨第一枪 才好还击的原则 所以他说 航空实体进入我12里 领空领海就要射击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今天 因为现在他在讨论说麦卡锡 可能会来台湾访问嘛 那可能是下半年之类的 好那如果他来了 中共的军演 那像上次那样 然后变得更多的时候 那以前我们的方针是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方针是 我们不会开战 所以我们不会做打第一级的那个人 但是呢 邱国正他今天很明确的说 我们呢 好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已经结束了 所以变成是我们可能会主动的开战 好也就是对方如果进入我12里的领空领海 就射击 好就射击 但以前不是这样 好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是我们要承受第一级 然后我们会反击 所以现在好民进党他们的这个整个国防战略 已经改变了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已经做了改变 其实就是代表说 现在的两岸情况非常的危险啦 很可能就是要开战了 很可能就是接下来要开战 所以2024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两岸和平的里程碑 那你投下了什么选票 做了什么选择 我觉得都会决定中华民国的未来 那会不会面对一场战争 然后开始让我们的后代 都一再的经历战争后面所带来的创伤 所以先前在买那个 说要买那个布雷车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一再的去反对 是因为金门过去 光是他有埋地雷 那要拆除等等的 就花了大家太多的时间 以及伤害了太多的台湾 我们自己人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在这里埋了地雷 最后要拆的被炸的 还是我们台湾人 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以前是我们要承受第一击 然后我们才会选战 现在变成是他们只要进入领空 我们就要开战了 那最后也不会是美军他们 放他们的弹药在台湾 可是在使用这些弹药的人是谁呢 就是那些没有肉吃的啊 就是那什么妈祖的军官啊 然后什么台湾的士兵啊 就是我们台湾人嘛 所以为了希望能够守护 而且我们其实相信很多人的朋友 都有自己都有在 很多朋友是做军人的嘛 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两岸开战 他们是必须要去上战场的 每个人一定都有 那为了保护他们 我觉得在2024年 是很关键的一战 是很关键的一战